因为疫情在去年停办的热税箱丰收节活动 随着疫情降级解封了 今天终于重新在热税国小操场顺大使行 各部落族人轮番展演传承发扬自己部落独有的歌舞文化 阿美族部落传统歌谣文化百花齐放 现场徐之会特别到场参加 去年因为疫情考量而停办的热税箱 两年一度的Gadufa Hai丰收节 今天在热税国小操场重磅登场 除了有赫钢阿美实验小学的歌谣展演 全乡除了最大众的阿美族部落 还包括了撒奇莱雅布农族等部落族人也踊跃参与 展现自己族群特有的歌舞文化 其中吴涝部落充满利于美的伐木舞是热税箱 最早申请通过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保护的部落文化资产 跟大家分享在伐木运送的过程中呢 突然都会跟着传统古调 包括古调的公式来减缓尖上的父母 在这边也要特别介绍一下五岛部落的伐木 以及我们加拿大部落的立柱 都是有深险智慧财产权 在相公所积极推动下 乌克山加拿纳部落与扫巴十柱相连性的历史文化 部落族人也借着口传歌谣 记录传承 也成为了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保护之列 同样也列入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保护的记录站部落 木马舞完整记录了早年伐木产业兴盛的生活歌谣文化 日诗乡嘎嘎嘎嘎嘎海丰收节 也是各部落积极推动传承发扬歌舞文化的丰硕成果 各部落独有的歌舞文化百花齐放 县长许正卫也特别到场致意肯定 伐木舞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立柱舞 或者是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木马舞 都是得到了文化部的认证 我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 最重要最重要那个文化的根 而这个根因为我们所有的马度阿赛 所有的伊朗妈妈大家共同把它延续下来 希望我们所有的所有的萨利格格 所有的大家一起来守护 让它能够代代完整完整的相传 除了传统歌舞文化的展演 下午也分别进行洒网 倒米 巨木以及负重接力等四项 与原住民传统生活及文化 息息相关的竞技 而来自各部落近签名的原住民运动 好手同台竞技现场 其分热烈 记者十一遇蓝瑞瑟采访报道 好